位在文山区的这栋新建案 33坪两房一体引位 开价48到52万 而且距离万方捷运站只有500公尺 北市文山区出现四字头破盘价 不仅交通方便 价格更是比附近中古屋还要低 附近在零到五年左右的新古屋 那发合房价成交价大概在55到60万之间 开出44万的广告户 他应该可以说 这是近三四年来 大台北市的捷运线里面 最便宜的捷运载 来看到近两年万方医院站周边 屋邻15年以下的电梯大楼 成交价介于52到59万 15到25年大楼和25到40年的华夏 大约42万成交 老公寓则是36万 新开路上又有一个新案正在盖 预计要在明年农历年的时候开卖 17到22坪成交价 每坪68到70万 因为是文教区的 所以它变动不会很大 大概价位大概中午 大概为止在四五十万左右 如果房子价格一坪四十几万的话 然后又在这附近 中国技能也不错 那我应该会考虑买这 另外文山区目前最贵新案 56到62坪 四房一亭两位 每坪开价85万 成交价大概是其他高价建案的一半 所以这个价格是很可怕的 对于这个买方的价格认知来讲 可能会有一部分 会受到下修的影响 建商它因为有了一些成本的压力 所以它必须需要在短时间之内 来去做消库存 可以看到像是板桥 文山 这些区域来说的话 大概推案都有四字头的一个状况 新案破盘价将排挤中股市场 区域房价正在重振 东森才能新闻杨远云亭梁丽 台北参与报道